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共白首 第76-81章 夫妻二人有商量,当务之急是养伤 袁金夏改不了狼吞虎咽的习惯 路易,也没有过多规劝 规矩什么的,在外面注意就好 这是在家里,没必要那么约束 袁大娘早就听说路易受了伤 她原本想着去看看 又担心自己去了,会打扰他们小夫妻 还怕街放邻里说三到四 今日实在安娜不住担心袁金夏照顾不好路易 便带着一只老母鸡去了陆府 娘,您怎么来了? 袁金夏虽然嘴上这样问 可她话里话外掩饰不住的开心 让路易心中有了想法 岳母 路易起身行礼,由于有伤在身 动作不敢太大 袁大娘即刻阻止她,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又将手上的老母鸡还有其他物件都交给了甜婆婆 话里话外还不忘嘱咐袁金夏好好照顾路易 娘,袁金夏摇了摇袁大娘的胳膊 这些天她哪里不好好照顾路易了 看在路易受伤的份上,她都许久没有出去了 岳母安心,金夏很好 小旭不过是清香交养几日便可痊愈 有劳岳母挂心 路易对袁大娘的关心全盘接受 顺带着还维护了袁金夏 袁大娘看他们俩相处得如此和谐 很是满意 她没什么愿望 只想着趁现在还年轻,能动,早日抱上孙子 也好减轻他们夫妻二人的负担 袁大娘只是来看看路易与袁金夏 如今见他们过得不错便不再打扰 就连路易留她吃饭都婉拒了 只让他们自己吃 袁大娘离开的时候袁金夏十分不舍 她甚至想留下娘亲 可是这件事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件事应该要夫妻两个人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不如你与岳母谈谈,让她搬来府上 若岳母觉得不热闹 改日我让前辈和姨母都回来住 路易突然开口 袁金夏愣在原地 她静静地看着路易 心中猜测路易是为了她才提出这个建议 还是发自真心想要和他们一起住 他们来了,顺便也能管一管你 刚才岳母都说了,让你好好照顾我 你若是再跑去肖香阁 恰巧被岳母撞见了 我又如何交代 路易察觉袁金夏痴迷地盯着她 有些不好意思地转移话题 袁金夏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袁金夏之前还在担心 路易是为了她才让娘和姨母住进来 她知道,卢瑜其实不喜欢热闹 或许也因为母亲早逝 父亲也撒手人寰 不太懂得如何与长辈相处 怕他们住进来了之后 双方都不习惯 可路易此话一出 袁金夏就知道自己想多了 看这个样子 路易是真想让长辈们都住进来 大人,您说这话可就冤枉我了 您摸摸自己的良心 您受伤这句我对你不好吗 袁金夏说着还不忘给路易加菜 今夏,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母亲早逝,与父亲关系也不好 所以不太懂得与长辈相处 我知道你舍不得岳母,舍不得姨母 只要你想,师父也可以时常来府上小住 只要你开心,什么都好 我也会学着和他们相处 今夏,既然你嫁给了我 我就不会让你受委屈 你心里若是有什么苦闷 不方便说与我听 身边有个长辈,也好开导开导你 路易没有因为袁金夏的插科打混 就将这件事情轻轻接过 他在很认真的和袁金夏商量这件事 他们还未成亲之前 田婆婆就交代过 他记得田婆婆说日后她若是成了亲 府上有什么事 夫妻二人一定要有商有量 切不可先斩后奏 不得不说 田婆婆不愧是看着路易长大的 对路易十分了解 有些话或许其他人也不好开口 田婆婆也知道 她以长辈的口吻说这些话 也许是有些僭越了 可是如今 陆家就只剩下路易一人 她也实在是不忍心看她孤苦伶仃 大人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我这样做 你之前说 希望我嫁给你之后还能做自己 不要被高门大户的规矩束缚 同时我也希望 你不要因为我想太多 我很了解娘 娘 现在眼瞧这要把我嫁出去了 短时间内肯定是不想再看到我了 你也不是没有瞧见 娘来之后一个劲地拉着你说话 根本就不待见我 至于书和仪他们两个 肯定也有自己的事情做 咱们这些做小辈的也不好打扰 至于师父就更不用说了 他前些日子才刚刚得了孙儿 想必我这个徒弟在他眼里已经不重要了 眼睛下拉着路易回房 他可没忘了要给路易换药 大人 他们若是知道你有这份心 一定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可是眼下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咱们两个也不好说什么 加上今日我发现了这个包裹 拿错了东西 想必现在这包裹的主人都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这时候再让他们住进来 不是给他们添麻烦吗 此事非同小可还牵连到天界贵族当务之急 咱们应该是把这件事先解决了 至于今日说的这件事 咱们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与他们都谈一谈 还有啊 如今最重要的是大人可不能操心太多 应该好好养伤 否则来日到了朝堂还带着一身伤 岂不是会被同僚们笑话 轻轻放下衣袖 袁金夏撑着脑袋瞧着陆毅 就像他自己说的 陆毅有这份心已经很好了 他不是不知足的人 如今在意的人都陪在身边 还有什么事比这些更重要 总不能因为他嫁给了陆毅 陆毅就要包容他的一切 就像红豆说的 其实袁金夏很清醒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官场上能混得开 在生活中也能处处讨喜 我不过是提了一句 夫人便长篇大论地说了一堆 知道地认为我与夫人凡事有伤有量 不知道地还以为是为夫做错了什么事 惹得夫人不快 陆毅捏了捏袁金夏的脸 不过有一件事 袁金夏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看来人家倒台之后 有些人等不及了 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查一查 夫妻二人说锦王 曾于为亲妹心伤 还别说 这一查 真查出来不少东西 不过在此之前 袁金夏与陆毅说起了锦王 毕竟包裹里的东西 无一不证明 锦王想要做一番大事 而且 关于朝堂上立储君之事 也闹得沸沸扬扬 山雨欲来风满楼 能在此期间 多了解一些 对他们而言没有坏处 大人 你说锦王一下就安安心心地 当一个闲散王爷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将皇帝的重担 往自己身上揽 日日批奏折 批到半夜都睡不好觉 不要担心天下的子民 是否吃饱穿暖 责任可是很重的 袁金夏拿起一块糕点 就往嘴里塞 你说的不无道理 但其中细节 你有所不知 在玉王 锦王兄弟出生之前 陛下已有两个儿子 其中长子出生两个月 便标准夭折了 次子朱仔锐三岁 被陛下立为太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么 玉王 锦王 日后只会去封地 当个闲散王爷 与皇位无援 可陛下实在算不得 一个好父亲 太子十四岁 都没出阁读书 陛下也不着急 最终在群臣一再催促之下 才同意在太子行官里后出阁读书 对太子都这样 可想而知 他对玉王 锦王兄弟 就更加冷漠了 陛逸说着这些事 他记得之前 他在各处办案 朝中这些事 都是父亲在周旋 这些事情 还是他为数不多 在家中的时候 父亲告诉他的 他以前总是不想了解这些事 可现在看来 有些事并非表面上 看上去那么简单 大人 您说的这些事 坊间有传闻说 陛下这样 对自己的儿子 完全是为了保护他们 据说当初陛下长子夭折时 道士陶仲文就说 二龙不相见 陛下是真龙 太子是乾龙 二龙相见必有祸事 陛下向来推崇 求先问道之术 自然相信这个说法 所以极力避免与太子相见 而且我还听说 似乎上天 也要印证二龙不相见的说法 在太子冠礼第二天 一向体弱的皇太子 突然病重 仅过一日就去世了 正因如此 陛下震惊又悲痛 更加固执地相信 是因为二龙相见 才导致太子暴毙 所以他更加不愿意见狱王 景王 元今夏不知此事真实性 但坊间就是这么传的 正因陛下迟迟不立太子 景王的心思才活络了起来 毕竟他比狱王只小了一个月 从小到大 他与狱王的衣食起居 都是一模一样的 即使在太子死后 陛下对狱王也没有特别关照 再加上景王的生母 卢敬妃很得宠 而狱王的生母杜康妃 失宠多年 在景王看来 陛下迟迟不立狱王 为太子不就是对狱王不满意 便奋力表现 想要得到陛下的认可 想要取代狱王 陆一面无表情的陈述事实 元今夏却想到了一件事 元今夏记得之前 他不知陛下身份 在他面前胡言乱语时 陛下曾经说过 他年少时对儿女们有些严厉 以至于如今年龄大了 孩子们都不愿意回家 现在看来 此事并不能听陛下一念之词 照您这么一说 我觉得景王殿下与皇位无缘了 景王殿下怕是忘了一件事 陛下虽然不怎么喜欢狱王 可景王殿下自己也没有优秀到 可以让陛下非常利诱的程度 恰恰相反 陛下对景王殿下这样上蹿下跳 急切想当太子的表现肯定非常不满 元今夏回想着当日的情况 很认真地分析起来这件事 说得不错 我记得当年父亲在世时 宫里也有传言 说景王殿下鼓动生母卢敬飞 在陛下面前给自己说好话 你也知道陛下向来自负 而且疑心很重 这一举动使陛下更加猜忌景王 不仅如此 景王想当太子的野心 不仅陛下知道 就连满朝文武也知道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陛逸没有说出口 所以严家就找上了景王 元今夏大脑飞速运转 很快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陛逸惊讶于元今夏推测的能力 却还是提醒他隔墙有耳 元今夏捂着自己的嘴巴 他只是随口一说 难不成静撞破了惊天秘密 其实他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测 没有说出来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他怀疑既然颜家选择了支持景王 陛家与颜家针锋相对 那么陛家肯定会选择支持豫王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三年前颜世帆还未倒台之时 尚书克扣了豫王府三年的岁次 此举不就是在光明正大的支持景王吗 或许占有了有王气的土地 只是颜家灭门的原因之一罢了 想必背后还牵扯到储位之争 元今夏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 反应过来之后他都觉得自己有些可怕 夫人确定要在为夫面前讨论其他男子 陆毅瞧元今夏在发呆 手上的糕点都忘记往嘴里送 便一手夺了过来塞进嘴里 大人那是我吃过的 元今夏盯着空荡荡的手 又抬头去看陆毅 他记得他之前好像是有洁癖 如今是怎样 更过分的是为夫都做过 怎会嫌弃一块夫人吃过的糕点 陆毅满不在乎 元今夏却想起红豆今日说过的话 面色瞬间变得红润 大人元今夏脸上长起一层红韵 一双大眼睛眨了眨 深深地吞了一口气 对着陆毅腼腆一笑 夫人沐浴的水准备好了 曾瑜站在门外 他没想到元今夏还会留他在府里 也没想到曾月仪式过去之后 他再也没有提起 曾瑜心中充满了迷茫与遗憾 他不敢进去 不想愧疚地面对元今夏 不忍心看到他们夫妻二人如此恩爱 其实看到曾月一片痴心 他心中并不是一点触动都没有 他之前也有想过 陆毅对曾月或许有那么一点感情 哪怕做一个妾 只要他稍微安分一些 对元今夏没有一丁点影响 或陆毅能容得吓他 可那日元今夏发落曾月时 陆毅一言不发 他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曾月自作多情 陆毅一直都对他没有其他想法 鸳鸯秀被翻红浪 携手揽腕入罗杖 或许其他人可能会说 当日的元今夏心狠手辣 不顾陆曾两家多年的主仆之情 可是曾福与曾瑜知道 其实不放过曾月的 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的陆毅 他的沉默是对元今夏处理曾月仪式的支持 知道了这边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你和他们一起下去休息吧 元今夏只是朝门外看了一眼 便忙着照顾陆毅去了 陆毅右手碰不得水 这几日元今夏兢兢业业 不敢有半点马虎 第一晚他紧张的眼睛都不知该往哪里看 面颊燃烧着鲜艳的红韵 羞怯地低下头 嘴唇微微明紧 哪怕是站在陆毅身后给他擦背都扭扭捏捏的 不敢向前 经过陆毅几日调教 如今的元今夏面对这样的场景 虽不至于脸部红心不甜 但也不至于像第一日那样羞涩 大、大人、您、您自己更衣吧 元今夏快速转向屏风外 他还是有些不能接受陆毅的赤诚相待 白日里红豆姑娘的话再次涌入脑海 元今夏从耳房回到卧室时 陆毅正在看书 他挺拔心肠的身形 宽阔有力的肩膀在寝衣之下 难掩精壮 发色漠黑 眼眸飘渺如水 整个人遇在烛光之中 散发着一丝慵懒 元今夏又又又被迷住了 直到对面的人轻咳一声 他才回过神来 陆毅皱眉看着元今夏 似乎又在问他 为什么不把头发擦干 可似乎又舍不得说他 只能起身拿起帕子 抬手示意 让他坐过去 大人 您的手 我自己来 元今夏下意识拒绝 别动 陆毅强势按住他 他是受伤了 又不是废了 再说 养了数日 已经结巴了 怎迪在他眼里 他什么都不能做 吴师自通遭不满 夫妻是否暂别离 元今夏还未醒 陆毅则是神清气爽地 穿好衣服出门 在院子里打了一趟拳 还特意嘱咐田婆婆 他们一定不能告诉元今夏 他并不是第一回对旁人示弱 只是用在元今夏身上 有些心虚 换上飞鱼服 拿着元今夏带回来的东西 进宫面圣 这东西 他留不得 与这些东西一起递上去的 还有景王在封地胡作非为的种种证据 以及当地官员不作为之事 原本应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景王殿下 到了自己的地盘后 作威作福 搞得天怒人怨 折子上 景王殿下就翻得安府后 对自己控制的庄田 大肆进行索要 对于他的无礼要求 以及户部 内阁 私礼剑的作为一五一时 清清楚楚地陈列在皇帝眼前 除此之外 景王殿下 居然还遣人去杀氏收取地租 这样的行为 的确有失体统 荆州府时任之府徐学摩 坚决制止 被景王弹劾简罪 归故里之事 也赫然在列 这都还没完 位于汉阳的刘家阁 这里是楚王的封地 太祖第六子楚王朱贞 世代居住于此 景王居然遣人去当地收取柴火税 眼见着一条条罪状 还有那半块虎符 皇帝深吸一口气 顷客之间将折子怒摔在地 令陆邑秘密积压景王制诏语 其余不作为官员 皆撤职查办 皇上已经没有力气了 此刻他颓然地挥了挥手 陆邑行礼告退 李方 你说 朕是不是做错了 之前景王收取柴火税一事 朕不是不知道 他既于储君之位 也是满朝皆知 而朕却只是让他回封地自省 如今他所管辖之处 民愤四起 折子都递到朕手上来了 皇帝此刻有气无力 他记得几年前 一位叫郭熙岩的文官上奏 劝他应当早立太子 还影射严松 干涉立太子一事 企图谋害欲亡 记得当时他认为 郭熙岩大逆不道 以干涉立储一事 将他斩首 可他还是听从了郭熙岩的意见 半年后催促着严松 操办锦王 就翻一事 让锦王断了当太子的念想 只留郁王在京城 确立了郁王的皇储地位 可他万万没想到 他这个儿子野心如此之大 到了封地也不安分 之前闹出来的一些事 他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这一次 他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弄到了半块虎符 这是要干什么 起兵造反吗 陛下所做之事 老奴怎敢多话 锦王殿下之心究竟如何 还要陆大人查过 再做定夺 礼方小心翼翼开口 生怕一不小心 就触到了皇帝的逆临 陆毅回府时 袁金夏已经醒了 他记得 昨晚陆毅好像和他商量过 要进宫面试 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此事牵连甚广 他担心陛下为难陆毅 毕竟半军如半虎 那三年的牢狱之灾 袁金夏没忘呢 这一次又牵连皇子 谁知陛下会不会包庇 不过这些还是要等陆毅回来才能知道 曾欢 曾喜二人再给他梳妆 他望着脖子上的红痕 让曾鱼挑了一件栗领外山 脑海里还不断回想着昨晚发生的事 陆毅实在太过分了 竟然想方设法骗他 以至于都日上三干了 他才起来 曾欢啊 你老实告诉我 你家公子有没有什么通房丫鬟之类的 袁金夏想着想着 脑海中又冒出一个念头 曾喜他们几个正在为袁金夏梳妆打扮 猛然听到他这样问 又想起前些日子在庄子上 他不留情面处理岑月一事 几个人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 连忙跪下 夫人 自从老夫人去世之后 公子身旁再无女子 老爷在世时对公子管教慎言 就连我们几个也被挪去了庄子上 公子没有什么通房丫鬟 夫人明见 曾于俯身不敢直视袁金夏 曾欢 曾喜二人 也默不作声 跪在他身后 你们几个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只是随口一问 还有啊 你们别动不动就跪来跪去的 膝盖不疼吗 都起来 起来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咱们女子的膝盖也是很金贵的 不用动不动就跪 在我面前 不需要遵守那么多规矩 袁金夏也被他们吓了一跳 他之所以有此疑问 实在是陆毅对这种事无师自通 他觉得奇怪而已 再说了 他看那些画本子上写着 这些世家大族的公子 自小就有通房丫鬟教他们这些事 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地认为 陆毅也一样 夫人竟然想知道为何不亲自问为夫 陆毅缓缓走来 朝他们挥挥手 几人退下后 陆毅拿起首饰盒中的一支金钗 插入袁金夏发际 我只是随便问问 又不是非要得出个答案 再说了 你记忆如此娴熟 还不能让人怀疑了 袁金夏小声嘀咕 不满意地撇撇嘴 但他还是没忘了帮陆毅换上长服 尽管在这过程中还因为抬不起胳膊 被陆毅揶揄一番 有些事不需要人叫 时机到了 自会无师自通 陆毅带着袁金夏去吃饭 他早晨特意交代过甜婆婆 炖些鸡汤给袁金夏补补 想着他睡到现在才醒 早饭未吃 此时定是鸡肠鹿鹿 哇 这么丰盛 袁金夏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想吃吗 陆毅见他如此 还故意问 废话 袁金夏想也不想 脱口而出 夫人 甜婆婆在一旁提醒 说什么呢 陆毅也微微叹气 还伸手去捏袁金夏的脸 袁金夏在这才意识到 他言语有不妥之处 急忙解释 大人 杯职的意思是 厨房准备的午饭色香味俱全 又如此丰盛 想必是大人特意交代过的 大人这份心意卑职一定记在心中 日后定会好好报答 袁金夏反应极快 解释起来一套一套的 还是夫人厉害 区区两个字就能表达出这么多含义 陆毅宠溺地摇了摇头 袁金夏嘴皮子一向利落 他又不是第一日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要去一趟德安 袁金夏声音都高了不少 半月将至二人忙 玲玲昏迷蓝夜愁 陛下只说彻查 在此之前 我已经让层服查过了 根据你拿到的这些东西来看 警王恐怕不在德安 书房内 陆毅一手搂着袁金夏的腰 一手拿着层服的来信 文言袁金夏松了一口气 他就是担心 这件事牵连甚广 陆毅哪怕有黄命在身 到时候去了德安 也不好光明正大击拿警王 更何况 陆毅还伤着 若是到时候警王不服 几人动起手来 吃亏的还是陆毅 再说 警王再怎么样 也是皇子 陆毅就算再得圣宠 也不过是臣子 如今得了陛下之命 前去调查此事 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 袁金夏不建议陆毅冒险 换句话说 虽然陛下独留豫王在京城 让警王去了封地 可是皇太子一日为力 便有一日的变数 若万一是警王 最后荣登皇帝宝座 陆毅的下场 岂不是会很惨 他想着 陆毅经历了三年牢狱之灾 出来之后还能官复原职 已经让不少人眼红 遭不少人记恨 万一到时候 有人落井下时 岂不是性命不保 袁金夏心中百转千回 陆毅瞧他一会儿眉头紧锁 一会儿哀声叹气 知道他担心 也不开玩笑 出言安慰 放心吧 光景王私自回京这一条罪状 都不可能让他全身而退 更何况你之前的猜测 岂府也查出了些眉目 到时候 陛下心中自有定论 陆毅捎了信 还着袁金夏的胳膊紧了紧 大人 那你这几日 都要进宫面圣吗 袁金夏一时脑海中 又有了打算 如果陆毅准备日日进宫 他怕事也要提前准备一些事了 而且 这些事到底要不要告诉师父 也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按最坏的结果想 京城很快就会迎来腥风血雨 右扇门的捕快 就应该维护京城治安 他当仁不让 还有 这东西都递到皇帝面前了 丢东西的人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 难不成是个圈套 袁金夏甚至还在想 是不是因为他一直在陆府没有外出 外面的人也不容易混进来 所以他才平安无事 暂时不去 怎么 夫人日日瞧着为夫 看你了 陆毅捏了捏 倾轻轻袁金夏的腰 他怕痒 直闪躲 怎么会 大人预制金像 冒比攀安 萧香阁的姐姐 都不如大人长得好看 我怎会看你 袁金夏的眼睛 澄澈单纯 像极了秋叶点缀月亮的星 陆毅被他盯得红了脸 倾和一声转移视线 他总有那么多美好的词 用来形容他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好 陆毅明知故问 袁金夏总觉得 陆毅在得寸进尺 他才不搭理他呢 寻了个由头 从他怀中挣脱 明日带你出去 瞧着他仓皇出逃 陆毅笑着开口 也不知道袁金夏究竟有没有听到 总之 诺大的书房如今只剩他孤零零一人 双目医馆和袁家 他暗中派人保护着 袁金夏担心的问题 他也考虑过 曾福前些日子 也顺着痕迹 找到了他们的老乡时 只是如今还不是收网的时候 阎峰 陆毅回想着之前种种 眼神晦暗不明 既然如此 你们日后的差事 就这样定下了 袁金夏寻来之前的纪事宝 看了看换了差事的几个丫鬟 又见他们做得不错 便一锤定音 半个月 还有几日就半个月了 到时候 他和陆毅都要忙着查案 可没有多余的时间管理后宅 可做事就是要有始有终 袁金夏将之前的安排 一一查验收尾 剩下的事 就只能拜托甜婆婆了 袁金夏特意交代过了 若是有鸭 还不满足手上现有的差事 想要进行更换 就以时日或半月为期限 进行考核 若能满足要求 即可进行更换 若是满足不了要求 又不想做之前的差事 便根据之前的经验安排 若是不能胜任任何差事 就挪去城外庄子上听用 陆府虽家大业大 但规矩并不森严 尤其是在袁金夏的管辖之下 平心而论 高门大户的当家主母 怕是只有她会给丫鬟们这么大的权限 她也不希望这些丫鬟奴婢们能理解她的苦心 只希望她们不生事 安安分分地做自己的活计 夫人放心 公子之前交代过 夫人只管与公子在朝堂之上大展宏图 至于方寸后院 自有老身帮扶一二 定让公子与夫人无后顾之忧 甜婆婆见袁金夏处理起这些事情 来毫不逊色其他后宅夫人 敬重之心欲慎 劳凡甜婆婆了 袁金夏也并不和她客套 平时她与他们能开得起玩笑 但在正事上她向来是严肃的 事情果然如路易所料 锦王的确不在封地 不知何时她竟偷偷前回了京城 而这样大的消息 锦衣卫居然不知 路易更加怀疑两阵府司对陛下的忠诚 她能够这么快官复原职 二人正忙着 盖书紧急匆匆跑来问林玲有没有来这里 袁金夏与路易听完盖书的描述 就知道林玲十有八九遇到了麻烦 于是几个人分头出去找 杨成万那边发现了蛛丝马迹 路易则是带人去了前几日发现阎峰的地方 袁金夏找人盯住了京城最大的风月场所 在红豆的帮助下其他几家青楼也在打探消息 另一边林玲昏迷着身边守着她的是翟兰叶 她看着林玲手底不停抹扎着袖口中藏着的银针 内心十分挣扎 她知道颜世帆之所以将她送给毛海丰 全是拜林玲所赐 可说到底 她也曾让董奇胜将她献给毛海丰 一来一往谁也不欠谁 可她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或者说她看不开这世间男女之情 她之前喜欢过自己的师兄云遮月 那时候她还只是春喜般的一个小学徒 对师兄的喜欢也发自内心 可谁知这份喜欢 这份付出换来的不是回报 而是背叛 她实在无法忍受 只能痛下杀手 而颜世帆是她灰暗人生中的一抹光 那时候她帮了她 所以她愿意为她卖命 只要是她吩咐的 她什么都愿意做 杀周贤疑 连心毛海丰 什么都可以 惊吓担心怀孕士 上官开口催子嗣 可她万万没想到 一片真心再次错付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最后被她亲手送给了别人 宅兰叶盯着昏迷的林林出神 其实他们之间本没有恩怨 一切都是因为颜世帆 如今颜世帆坟头的草都二尺高了 她也应该放下了 你 你要做什么 醒来的林林看到翟兰叶下意识躲闪 她记得她原本是被颜峰带走的 为什么现在会是翟兰叶守着她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难不成要杀了她 给颜世帆报仇吗 躲什么 我若是想对你怎么样 早就动手了 还会等到现在 宅兰叶丢给她一个野果 出去守着门 听见不远处传来动静 宅兰叶一跃而起 等他们到时 就只剩下林林一个人 待在小木屋里 从林林口中 他们得知 原来是颜峰想要杀了她 为颜世帆殉葬 幸而宅兰叶救了她 将她带到此处躲避追杀 陆毅调查到的情况也是如此 只是不知千军万马都寻不到的人 为何此时此刻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阴差阳错地救了她 这究竟是一时不忍 还是蓄意而为 咦 吓死我了 您没事吧 没受伤吧 咦 您下次若是出去 一定要告诉我们 颜金夏担心的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林林轻声安慰她几句 颜金夏依旧不放心 陆毅让颜金夏先带着他们离开 她自己则是去结宅兰叶 马车内 颜金夏苦口婆心 劝导林林和盖书搬入陆府 马车外扬成万与盖书也极力相劝 林林刚开始还有顾虑 可架不住颜金夏一个劲的撒娇 只能同意 你这样自作主张 陆毅那里可如何交代 林林还是有所担忧 这是大人的意思 咦 您就放心住下 若到时候不满意 您再搬出来就是了 颜金夏好说歹说林林 才放下心来 陆毅在半路上等到了翟兰叶 二人话不投机半句多 他并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 陆毅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二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江湖之大 他们以后还会不会见面 尚未可知 陆府 颜金夏安排曾欢 曾喜二人 安排林林与盖书住下 又与曾渝去请了袁大娘 他将事情说得严重了些 袁大娘虽不愿意 但还是住了进来 袁金夏将袁大娘与林林 盖书都安顿好了之后 留了口信给他们 说如果等到陆毅回来后 还不见他人 就让他去阳记酒楼 林林今日经历了这些 也是时候好好休息休息 有袁大娘和盖书陪着 府中还有这么多丫鬟 袁金夏也放心些 如今他应该担心的是师父他们 路上袁金夏突然想起一件事 师父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 我明明算着日子 上官姐姐应该是在袁月临盆 可为何却是在三月生产 袁金夏有些迷茫 难不成真的是他记错日子了 确实是你记错了 去年你去临安前 昔儿并未怀孕 只是脾胃不是引起的呕吐之症而已 偏偏你误认为他有了身孕 当时你都要出公差了 临走之前我们也不好扫了你的心 所以就未将真实情况告知于你 想着你若是回来了 昔儿的肚子还没有动静 就和你好好解释解释 杨成万一说起这件事便止不住摇头 他想起当时袁金夏为了十两俸禄 着急忙慌的样子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好在后来上官西真的怀孕了 袁金夏回来时只听到了好消息 却一直忘了问 如今孩子生下来 他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 袁金夏尴尬地用两根指头摸了摸后脖子 他当时确实没问清楚 就风风火火地南下 才闹出这种误会 他当时就在想 难道他在母亲肚子里 多住两个月一点危险都没有吗 这几日除了忙碌易和他的事 他还找机会向田婆婆打听了一番 早知道事情是这样他就不闹笑话了 他又想起他问这些话的时候 田婆婆总是盯着他的肚子看 该不会又让他老人家又误会了吧 没过多久正忙完了手头饰 准备打烊的杨月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大杨袁金夏扯着嗓子小跑几步 杨月还像以前一样 被袁金夏按着肩膀打了好几拳 呵呵 夏爷都澄清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这个性子 一见面就要我命 你家陆大人人不管管你 袁金夏能来杨月很是开心 我家大人才不像你 袁金夏歪嘴一吹 额前的碎发轻轻飘动 上官姐姐 我来看你啦 旭儿 袁金夏都没留给杨月一个眼神 蹦蹦跳跳的直接上了楼 上官西月子做得不错 整个人看上去神清气爽 袁金夏总觉得她又漂亮了 身上还多了一些之前从未见过的气质 金夏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来看我 成了亲你家陆大人都不放人了 上官西一见面便调侃袁金夏 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上一回袁金夏回门 她还在月子里也不便出去见人 更何况那样大喜的日子 她一个刚生产完的母亲也不好去凑热闹 上官姐姐近来气色不错 想必大洋这几日定是大显除微 什么好吃的都给姐姐端上来了 袁金夏说着还擦了擦嘴角不存在的口水 俨然一副贪吃的小猫样 杨月的确是个好夫君 也是个好丈夫 她怕累着我 也怕委屈了孩子 还专门请了奶娘 这些日子凡是进口的东西 她都要一一查验过 上官西说起这些来也毫不避讳 那时大洋好着呢 一说起杨月 袁金夏也骄傲地挺了挺胸膛 那毕竟是带她如兄长的亲人 袁金夏抱着旋 小手轻轻拍打着 慢慢摇晃 似是在哄她入睡 你和陆大人什么时候准备要孩子呀 上官西忍不住提了一嘴 也许是自己做了母亲 也想让袁金夏也过得圆满些 幸福些 她之前那些日子实在是过得太苦了